2001 2001是机器大展传脚的一年 净爽的特点透过全新基础 极限运动强势推出 透过广告 出烧 专业赞助和地面活动等全面铺牌 满足勇于挑战要求非凡净爽口感的烧汇者 为加强连贯性 七起成为ESPN XTROY亚洲极限运动 徐卫塞中国区的指定饮品赞助商 七起极限运动于上海 广州 深圳 重庆 长春和武汉 接连展开 七起再次成为活跃的市场招点 七起极限营于8月中在海南山崖圆满举行 肯定亲身体验了多个极限项目 不同层面的消费者于七起建立了强烈的情感繁迹 当中不但包括了消费者 更有客户 记者 员工 满得起 爽到底 七起 满得起 爽到底 七起 以形形式式的面貌出动 深圳化地展示了缤纷夺目的美年达 拉近了学生们的关系 直接提升了目标消费者对美年达的认知和喜爱度 利用美年达成为的优势带动其他口味的发展 以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口味为前锋 2001年 美年达青苹果和葡萄的推出 使美年达的烧量直线上升 2001年 中国队首次成功纪录世界杯决赛周 超越梦想计划 监贴一幕幕机动时刻发展 与中国人民共享光东时刻 我们更成功罗织了中国队的七名主将 其中可以与齐鸿和李伟峰 成为重点百事球星 展现百事强大的市场力量 由中国球星主演的系列广告 以梦想 胜利 新生为中心 配合不同阶段推出 强化百事与中国人民的感性联系 这么多年 这次人也该轮到我们了 全力以赴 一喜愿这个中国足球的这个梦 做上台越来越好 非常有信心与决心越大越好 拼自己的努力吧 让全国球迷满 中国足球也翻译之声吧 在这个时候 我总想起我们全球球局协会主席许芳心 我很想现在 目前告诉他们 我们出现 你可以去 百事跟提供时间与沈阳 跟重新和传媒举办庆祝晚宴 见证历史时刻 超越梦想 渴望无限 把白事联赛划成中国足球的摇篮 直接联系白事与中国足球的发展 震撼全国的靠务市三月份在重庆组行 首居北京电视台合半联赛最佳阵容颁奖晚会 全面增加覆盖范围 百事球王争霸 矿展至12个城市 参赛人数高达6万人 比2000年多出30% 结合与国际绝队蔓延的轻讯活动 年轻的得奖球员更与中国球星齐红和李伟峰 一同出访英国蔓延总部 音乐是百事最强大最成功的基石 有突破巨星策略 发展全面具代表性前线 独一无二而被魔法的音乐资产 是百事成功领导市场的重点 2001音乐任我赢出销活动 强调互动 以唱 听 跳 叫为题 巨星们都幻想动感的 以音乐为奇的造型登场 消费者透过不同的出销途径 迎娶精彩的美品 虚拟偶像Vion的诞生 是2001的创意元素 原来是领导潮流新潮式 竞争意愿增弹 百事巨星配合虚拟偶像 加强相关性 高科技制作 强化摆饰的领导形象 与歌情传的领导 是谁无论 不发现怎么会活得好 使我有力量去想要 我的每分分量 充满火热的心和骄傲 百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提供了庞大的机会 2001年10月排行榜正式冠名 加速提升排行榜的知名度 和音乐界的支持 矿展覆盖城市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市场部和冠品厂的并肩合作 将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成为一颗心思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百事强大的音乐力量 正是最有力的途径 第一届摆设全国星星大赛 以势如破组的姿态 于七大城市展开 参赛人数超过10万人 万众期待的全国赛 于2001年12月8号在广州举行 13组参赛者正式趴上舞台 以此很抱负 百事发觉了所谓星星正式改身 根据市场需要和潜力 发展品材系列产品 是百事深层发展的重要方向 七百事真是重点之一 全新百事轻盈 有限卡路里引发无限吸引力 有限卡路里无限吸引力 针对市场需要 推出大包装也是 2001深层发展的重点 家庭聚餐更少不了它 快乐的时候始终都有 大平百事 首次为中央台播放而制作的 广告片 音乐卡车片 是注重产品和口感的故事 通过中央台广泛的覆盖 把百事可乐全面介绍 给不同地区的消费者 2002年 另一振奋的成绩 由成功的 朱尼百事可乐项目开始 第三支朱尼百事可乐春节广告 结合品牌认知和中华传统 借助中央台拓展消费层面和覆盖地区 以马为题的全球首个百事今晚配合推出 吸引着推头展示 此百事可乐在各大渠道中脱颖而出 一二月份增长较去年多15% 二月份同期增长较高达62% 百事可乐 主题曲由全国新兴大赛得主演唱 百事发掘的年轻力量 配上喜气洋洋的广告 紧扣年轻消费者 我寻一百事可乐 我命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